预理政代会20号是持续进行了政政总执询议程 政代表谢德川针对了7月份即将举行的 两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活动提出了建言 希望政公所能够提供最好的相关配套 来吸引游客前来预理旅游 预理政两年一次的联合丰年节活动即将在7月27号举行 这一次的活动也增加了补育记内容 为此政代表谢德川提出建议质询 因为在秀库兰西旁举行 所以安全更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的部落青年 他下水以前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仪式 知道吗 什么仪式的 他会拿酒就先把自己灌醉 因为一喝酒下水他会抽筋 知道吗 所以说可以的话 到时候我们头目会议 再跟头目他们做一个活动宣导 下水水以前先不要喝酒 原住民行政客客长古秋英答复资讯表示 这一次的捕鱼季活动以部落为单位 派代表进行传统捕鱼的竞赛 并且搭配部落小旅行来进行 希望吸引玉里镇的游客能更认识阿美族的文化 而目前公所也会持续的跟部落头目进行讨论 让两年一次的玉里镇联合丰年节活动 办理的内容更丰富更有特色 记者刘明镇综合报导 谢谢观看 谢谢大家